这种地方也是我们会需要强调的 因为它是一个很大块很明显的 而且很往前隆起的骨骼 抱歉 大个隔 像这边我们一旦有了一个 像刚刚基础的这个空间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局部着重的去强调 你也可以多少更参考 更参考这个光影关系了 但是呢 我们就不是一开始做光影关系 并且呢 来微调这个骨骼的感觉 要插 你现在也可以插 对不对 不急嘛 对不对 有那个 爱玉同学 爱玉是我们群组里面一个同学 他很认真 然后呢 他最近也都练了非常多的素描 你看 这边是前 后 我们线条化就是这样 但是呢 我们慢慢的去寻找的过程 就是像这样子 前 这边我要接 这边我要接 我就不会大力的接起来 因为我们在 来 看这个 我们在这边 你就可以感觉到前后关系 对不对 这个远方的这个是在如此的后面 而我们前方的是在前面的 对不对 这个远方的 远方 这个远方的是在后面的 再看一遍 你看是在后面的 后面的 后面的 好 而这个是在前面的 再看一遍 前面的 有没有看到 后面的 前面的 后面的 前面的 抱歉 所以呢 是不是 你就可以 在这边 就可以感觉到 这个空间 好 刚刚为了示范 话太 话太多了 我们在 清拍 橡皮擦 清拍 那我 还没关系 这边 就算了 就算了 再看 我 为什么 我想 试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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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试图